哈,小时候在看鬼充电宝视频的时候 可谓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那么今天我就回顾一下我的童年 于是我在网上下载了这个游戏 或许是因为曾经留下的童年阴影 导致我不太敢玩收集的那个模式 所以说我就找了个生存模式玩玩 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叫做PVE模式 然后我就开了一把 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我对这些怪的一些数值 伤害技能之类的也不太熟悉 甚至于被这个奇怪的怪物给堵到一个角落 我说实话 这一发火球伤害是真的高啊 直接给我打到异地线了 然后我被这怪物追到角落 他披露我一下 然后这把游戏就结束了 据实乎呢 我又开了一把比较经典的地图吧 再加上这张地图对我来说比较熟悉吧 毕竟我在第一次玩狗入天堡的时候 我玩的一代嘛 就这张地图 不过他玩也是有些变化的 但大体上是没变的 当然我在第一波的时候 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应该留一只新生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该留一只新生儿 让我有足够的时间 跑到这个购买地点 当然 当我快要赶到的时候 这个飞机已经飞走了 于是我就错过了第一波 购买武器的时间 不过没关系 是吧 咱们在拿手机上打一把 多赚点钱 咱们下雨会再买点好点的枪 于是后面几乎我就聪明了 我趁着这个刷新时间 我赶紧跑到这个飞机上这块 当然我也会时不时的回头看看 这帮新生儿有没有跟上来 不过应该不用太担心 毕竟他们跑的也算挺快的 OK 然后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他们全打掉了 咱们有了AK之后呢 打起这个怪来就输不多了 等到咱钱够多的时候吧 咱们买把那个材购买了 M249 毕竟后面那怪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那些会远程攻击的怪 M1怪我比较喜欢用狙击枪去打掉 像一些鞋比较厚的 正好咱拿那个M249 可以找死 然后这把好像是个连鞠吧 确实它是把连鞠 咱们就用它打一下鞋比较厚的怪 就比如说这个 啊 啊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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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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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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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